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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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莫菲也十分幽默 竖起大拇指 上来就是一段反缝 现在三个彩球贴裤 尤其是两颗高分彩 全是四球 我们来看一下 在如此决定之下 莫菲会上演哪些神奇操作 还请不吝点赞 儿育员 例如会 Whitaker銜与点栏目 来 estudio一开始的慘 Ruth 来地的同时还顺带踹了一脚飞球 只是效果不怎么理想 现在成败与否 就看莫菲接下来的这一杆彩球准度如何 太炸裂了 莫菲再次上演一篇准度 从行蓄力 可以说不管最后能否成功逆转 但魔术师这几次进攻 确实让观众大饱眼福 请观众保持安静 谢谢 9 16 莫菲提前比划下 看能否照到黄球中带舒服的角度 下班请 稍稍走多了一些 角度也是偏大 看莫菲现在还要考虑进攻吗 依然继续进攻 很可惜 最后晃代而出 好在最后没有留机会 此时台面分数还够 最后路子水手 而且都是未知数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两人都是老奸巨华 一流高手 莫菲把黄球打过去 想让特勒摩普来解开彩球位置 想不到 小特反手给他安排上一个斯诺克 这是身上长满800个星眼的人 让人防不胜防啊 谢谢大家 莫菲这杆防守出现严重失误 给特勒摩普留下连弓带手的局面 尼小特当前的手感和他的准度 必然不会轻易错过 没有问题 就是那么犀利 而且小特是奔着打进口未去的 可见对自己的准度极其自信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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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6